Akerino所谓的吸收台湾或吸纳台湾的观点 和我现在要谈中共新的对台政策叫做内同策略 其实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情况 内同就是从台湾的内部来统一台湾 特别是台湾中共大选结束以来 中共的对台政策至少在它的优先的次序上来说 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既不是以武统为优先 也不是以合统为优先 而是以内同来为优先 这个内同就是中共委托 然后台湾代理的一种所谓的委托代理的形式 中共这个部分以王沪宁为首 底下有四个主要的单位 一个是统战部 一个是国台办 一个是社台的智库 还有一个就是官媒 所组成的一个叫做内同的团队 那么它作为委托帮 然后台湾的立法院亲共的团体 我们叫在地协共者 它来作为一种代理人 所形成的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 而在这个关系当中 中共是扮演一个幕后指导者的角色 来进行幕后指导 然后远去遥控 那么台湾内部的这些亲共的团体 就进行隔海的唱和 或者是里应外合这个效果 另外还有由同色的媒体 还有民嘴或者是所谓的退降 所组成的附和团体 另外就是一个基层组织 内同设立战术的操作 是可以因为目标对象的不同 分成三个领域 一个是比较高层的叫做国会造乱 一个是比较中层的叫做中层洗脑 或者叫中产洗脑 那么比较基层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基层的贿赂 在第一个层次当中 它主要就是利用 现在这个国会声态当中 三党不过半 提出了很多 我觉得是立共 但是损台的一些立法的法案 比如说总统选举制度 二轮制 还有就是缩短中配入籍的年限 或者是在中国设立 不在籍投票所 第二个领域 是由所谓的亲共团体 或者势力所组成的 通过台湾各种争论节目 或者是专题的研究 报道等等的 来进行一种重复的灌输 强迫洗脑 要么就是宣传中国统一无限好 要么就是说 不断地去畅衰台湾目前的处境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达到一种隔海呼应 在地方的这个领域当中 中共就利用各种优惠 贿赂 或者是招待 旅游等等的方式 来对于台湾的各个基层的组织 包括什么村里长 公庙人士 或者是很多的社会团体 农会渔会 水利会 来自于同学会 同乡会等等 这些社会团体 进行一种 撒网补鱼式的渗透 一方面希望能够拔除 执政党在地方的装脚 另外一方面 培持台湾的民间的清空的力量